Which day is our last day in Tokyo? 然后我们今天也要Split Joe 然后呢我们要去日本科学未来馆 还是未来科学馆anyway啦 总之是有未来两个字的馆呢 然后今天呢Manny她自己要去那个什么山 代官山 然后我和劳拉我们去那两个地方 你不是说今天要戴墨镜吗 忘记 因为今天我们这样室内走就不戴了 好 那我们到科学馆见 我们现在要准备看一个Done Theater的一个久违空间的男人 好了 然后她是全程不给拍照 所以我们现在先 还没开始先拍照 这个幕是这样子 感觉很酷的样子 她只有日语了 所以她给了一个小小的耳机 就是你可以把它挂在一边的耳朵上 然后就可以听到英语的那个audio 好的 好感兴趣 我现在在这个未来科学馆里面 然后这里有一个插针的机器园 还有还有这位老门儿 还有这位老门儿 然后这边的东西都 你看这种酷的样子 还有一个地球 还有一个地球 它虽然每一个吧都有 就是都有英语的介绍 但是我觉得就她说 她有一些互动的玩儿 语音玩儿的 它就只有日语的 所以其实体验感 并没有特 并没有像 在那个深圳 深圳或者广州那边玩儿那么好 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 SIMBLE ZONE 它有一个常设展示 是看地球的 然后我们就要去赶飞机 去SAPORO啦 SAPORO SAPORO 这个区域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躺着看 SAPORO 大家好 我们 一不小心 不对 也不是一不小心 就是那个车 坐到这一个叫什么站 这站叫什么 我们甚至说高砂 叫高砂站 我们坐到这一站的时候 那个车它完全不开了 这车就叫我们下来 还要换别的车 然后我们现在在等去 承贴机场 Narita Narita Airport的车特快 好 上了清晚 先纳 我们在北海道这个地方 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边是我们要铺床 从它当米的地方 看 感觉这才是特别的日式 然后 这是外面 外面是这样的地方 很安全 然后它还有阳台 阳台可以亮给你 我没有衣服要洗粉 我没有衣服要洗粉 然后它有微波炉 我们可以买早餐 回来加热吃了 快的 这是厨房 然后它用洗衣机 这样 然后这是洗澡的地方 总之我觉得 今天的就是做的 Airbnb还是不错的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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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